米10 这个手机看见 这个摄像头也太猛 5000毫安5G 108P 这个售价是1299万 3700块钱 这个小米10T 这个手机还等 中国的 看下这个手机 摄像头 这个摄像头太清楚了 很稳定 这个小米摄像头 太漂亮了 按下我 它还可以 小米 最大的摄像头 太清楚了 这个摄像头有1万1万像素 10800像素 拍照非常清楚 能跟三星最顶级的手机差不多 是小米105G版 Made in China 这个摄像头用来拍Vlog 非常的厉害 这个摄像头 这个摄像头太大了 我第一次看这么 这么大的那个mini的摄像头 太漂亮了 小米这个厚度做的真的是极致鲜薄 还有这个指纹 鲜薄到 看一下那个菜单 5G手机 采用销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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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 设置 全是那个 越南语我看不懂 这里面有安装了小米的那个 100 1100 144赫兹 骁龙865 这个摄像头是10800万 108万 像素的 这手机卖的很便宜 非常地便宜 33瓦快充 有一个摄像头 两个三个摄像头 主摄的话 最大的 应该有1英寸的那个CMOS 拍照非常清楚 你看这个 小米 这是小米 弄一下那个 最大的那个摄像头发 太清楚了 你看人物的细节 那个把握 太厉害了 还可以放大很多倍 拉得很近还能看得这么清楚 现在这个小米技术做的真的 无敌了 小米现在做得非常好 很清楚 小米5技术 还有个米 再看一下Vivo Vivo这个摄像头也很大 大的是mini的摄像 太清楚了 还有那个自动对焦 好 这个腿 看的很漂亮 看一下前置的 前置也很好 这个手机卖 849 849 这么清楚 自动对焦 很清楚 这个视频就看到这边了 看下这边的手机 没事